大家好,欢迎来到Mail of Feet出品的大麦健身秀 今天是2020-02-2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大麦哥头有点疼,老是昏沉沉地 原来是这两天我念咒念的少 大家跟我一起念 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 它有一个神气的功效 你毕竟大麦哥是从月球来的 看了咱们这个节目就能保证你身体健康是万事如意 平时一定要多看你大麦哥的节目 你大麦哥的节目现在是不是更新频率也比较频繁 有时候一天两次,一天三次 最起码它一天一次 你还不能不信那个邪 你大麦哥这个节目是开过光的 是有灵性的 咱们今天有一个重磅消息 咱们首先看一下图片左边这两眉毛连在一块的这个小伙子 哎呀,这不是利比亚大雄狮吗 这次奥赛以退休的名义战胜了Derek 但是奥赛之后又把大教练Chris拉上来了 又做了一次视频专题 这个接着重磅宣布我不退休 我2020年准备参加奥赛 你说说咱们看看吧 明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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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在上市中见我们 上市下市中 上市中 但我看他今天 I think we're going for number two. Well, I know we are. Well, if he said that, that makes me even work harder. So watch out. What do you think? Number two for sure, Inshallah, but I think for sure. Inshallah, so wait guys, Inshallah we go for number two. 看原来的老视频,这Quiz原来直到这杰卡特的时候 当时Quiz挺年轻,还挺壮的,挺阳刚的 结果怎么着,现在好像感觉是有点挺温柔啊,Quiz,咋回事啊 说到这,咱们看一下一位我特别喜欢的韩国重磅的健美音乐员 本次要参加阿努德艾姆特,这时间越来越临近了 这小伙子叫什么跟硕吧,他的状态慢慢出来了 你看他发型,人头发都自己理的,理发他不求人 这小伙子看一下肌肉形态,身材比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的肌肉维度,打传统,那绝对是够 从肉量来说,那绝对是够的,三头,三脚肌,背部肌肉 这个还没到比赛的时候,细节就已经很明显了 背部肌肉很强大,两大肃,是不是 咱们看一下静态,正面,你看这胸肌腐肌,简直是太有天赋了,长得是太完美了,是不是 八块腐肌六块,他对的很齐,胸肌很丰满 这将两肩,那肌肉肉量,啪,往上一搁,两肩显得很宽 侧展的形态太棒了,很经典,那斜方肌,是不是那表情 那种,那种风,那种,这古典的风格,拿着那种,那种味道,是不是 在整个健美的,传统健美和古典健美的展示当中,侧展公二头肌,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侧展三头肌,也不错 跟硕的腿部,你也不能说弱,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我感觉呢,他在阿诺德阿姆特拿职业卡,对于地域老将来说,他稳了 要拿着职业卡,咱们跟硕,一定要记着回家念一念 好,接下来,另一位韩国职业古典选手 准备参加这次阿诺德赛,他受到邀请了 他的名字,绰号AKA美丽野兽,Beautiful Monster Beautiful Monster展示出了最新的肌肉状态 哎呀,我的奶奶,这胸肌腹肌挺不错 这手臂好像没有跟上啊 手臂好像跟这个胸肌腹肌不搭配啊,稍微腰有点粗啊 这你说说在台上一看,是不是有点比例失调啊 这位选手我觉得其他的都挺好,就是上肢啊 老觉得哪儿,少了点什么,是不是 如果是手臂再强大一点,那就更不错了 小伙的胸肌挺好,但是我觉得斜方肌是不是有点过于的强大了 手臂,你看我说了还是不行吧,你看这手臂二头肌 它鼓不起来,是不是 但相比普通人的挺不错 你看看这一斩起来,二头肌略,这过于嫌小啊 小伙的腿部呢,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有点略于平淡 你明白我意思吧,不够宽 大目标呢是进入前十,小目标呢是进入前六吧,好不好 你好,梅里野兽呢我还挺喜欢的,为人呢还挺低调 而且呢这个她媳妇好像也是一个见美与弄亚妈,是不是 好,接下来还是韩国的选手 接下来韩国的黄哲勋亮出了重磅的照片 昨天呢她和她媳妇一块去产检,当时我还以为咋了呢 我咯噔一下,我的心里 结果呢今天,哎呦,我的咯噔一下子,我头皮嗡一下,我都发了麻了 咋回事,则勋,你你稳住 我看了一下她这个社交动态啊,也是写着最近呢也是病毒流行嘛 这口罩需求量比较大,在韩国呢也发现这口罩价格比较高啊 所以说呢,她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嗯,她做了一个等于公益宣传吧 目的呢就是不要让这些在韩国卖口罩的商家呢 把口罩的价格抬到一倍两倍啊,甚至好几倍的价格 不管怎么说,在疫情啊,这流行期间呢,这个还是很正面的 而接下来,另一位亚洲运动员,我特别喜欢的泰国选手Titi 亮出了自己最新的上肢罩,哎呀,我的奶奶,我的天,我的上帝,我的摩哈姆呢 这泰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特点,上肢的形态特别好 但是有时候一上台,这个胸肌下眼,到肚气眼,他就糊了 你看这肩部,啊,胸肌,啊,这个手臂 好像泰国运动员几个最近拿卡的形态都是差不多 这不呢,马上还有大概六七个星期吧 这泰国运动员又要参赛了啊,在美国的一场赛事啊,也祝他呢,取得好成绩 去年这位选手也是历经磨难,参加了挺多比赛 有美国的,有各地的,结果呢,好像成绩不是很好啊 但是呢,就是没有进入2019年的奥赛 而这个一到2020年,职业卡运动员,男子健体级别也不止他一个人了 所以说呢,他要成为泰国第一个进入奥赛的一位选手 他能否如愿以偿呢? 呃,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吧,还是 但是呢,我希望他多看一些大麦哥的节目,他有可能就成功了 咱们为他祈祷一下,卖活卖活卖活 接下来中国第一个健美世界冠军,钱基成亮出了他几个徒弟的状态 虽然可能不是最新的吧,但是能够看出来 咱们全国上,这肌肉形态确实不一般 接下来呢,另一位徒弟呢,是唐志勇啊,党志勇我记得在2019年也拿到了职业卡 钱基成的徒弟呢,2019年表现都很好啊,几个徒弟都拿到职业卡 我记得是党志勇,还有那谁啊,亚强啊,也是钱基成的徒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这不是杰尔敏啊 又回到他父母家,拿出了自己小时候玩的这些物品啊 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女友获得了他母亲的认可 好,加油杰尔敏,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到这儿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什么,俩字点赞,加会员 不是杰尔敏,车铁 ways,第一,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Uma, superv意? 好! 我这儿演av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